诶,不接的 老公,要不你想一下 我看一下分解病好了没有 算了,我打了,我打了 我打个电话,我就问一下分解病好了 感觉换季 您好,您会可见 嗯? 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喂 我看到今天奶奶有给你请假 你是,你的感冒还没好吗 没好,那你转过来给我看看 是咳嗽啊,还是喉咙不舒服 吃什么 吃什么东西吗 吃什么 吃什么 虚小小的 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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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吃什么 吃 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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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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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明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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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成 感谢观看 对 然后 然后 对 使用好 要一万多 也是那个拖颖的 也是这个拖颖的 然后 然后 对你们懂了 你们姐夫那个眼 快翻到了 西天去了 对快翻到西天去了 这个好几千 对 这个好几千 都没怎么 装了软件 装了软件以后 还没有用过 就是有 但是不一定用 先放这 对 只要 真的我家没有画画的东西 只要我想 他妈的全都用 都不想说话 水粉水彩 水粉水彩 彩迁 彩迁 那个树苗笔 树苗籽 水彩籽 什么东西都有 现在我这里 真的是离谱 对 然后 你说是擦身文具多吗 你也不能这么贬自己 你应该是收盲人 盲人工具 不一定用 哎呦哎呦 要放好 这个东西 水贵了 要放好 整不定以后 能用上 对 这关键是没有 没有怎么用 知道吧 没怎么用 水彩放久的 不会干 水彩本来就是 就是要干颜料 你用的时候 放水就行了 又在我们家楼 我们楼下附近 有人吵架 吵什么架 没有 这附近那边 有那个夜宵 有那个夜排档 然后画那些 有时候喝酒 然后经常在那边吵 今天好像也没少 我今天也比较忙 然后 喝酒 没有怎么看 感觉喝酒了 就有时候 什么 我说今天 今天的播报 好像没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我今天关键是 手机都没有 都没有 没有 没有 看对 星期一啊 对啊 星期一谁有空啊 星期一 水彩 水彩如果干到裂了 加水也没用的 不是 不是 就是有这些东西的话 你保存好 说实在的吧 你不要放它在那种阳光 那种地方 我基本上 我所有的画画的工具 我都是放在阴凉的地方 你放在阴凉的地方 它那个寿命期又很长啊 你放在太阳上面曝晒 人都扛不住 别说材料了 是不是 你不要放在那种 那种地方上 就是 几条的花絮 有看到那个路透 有看到一点 然后 咱爸有一段 在那个钢丝上面 骑车 骑那种小三轮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悬在那个钢丝上面 然后 他跟三轮过不去的是吧 他要走 你知道吗 然后他要走 然后 哎 那个 他二叔是真的大呀 就是 他不是有那个 安全带吗 然后还有那个 帽子 然后不是要 给他保护措施吗 你们都看哪里去了 我知道的 也就知道你们看哪里了 都服的 确实 确实好大呀 就是 就是大到 就是大到 就是不容忽视 是吗 是的 他已经 他已经穿了一件 不那么显的裤子了 但是呢 但是你发现没有 他穿那种 就是 修不修身 显不显的 都不影响 那个 那个尺寸 你要是再穿松一点 会走路起来 晃荡荡的也多 这次也是 是的 也是 还是穿牛仔裤吧 他真的 我请问他 关键是 那个 那段 因为他穿 他要穿那个 就是保护 保护的 安全带嘛 那 就是他会 那更累了 我懂了 更累了 保护探的 那个 那个裤 裤腰上面 就是要 要不就是 以后他还是 我觉得 他穿牛仔裤 真的挺好的 修身的那种牛仔裤啊 就是修腿的那种牛仔裤 像那个 之前的时候 他去那个 那个 Tunfo Tunfo的那个 我觉得好像是4月23 还是 还是什么时候的 就是他有那个 那个富里斯的 那个 那个活动啊 就是跟你妈 你妈 你妈从北海 回来看了 那个时候 看他 包机回来 看他那一次啊 他不是第二天 他去 他去那个 富里斯那边 有 有那个直播活动嘛 所以我那时候 我就觉得 就是他穿的这种裤子 就很好看 跟那个白衬衫啊 就这样子 刚刚进去的 很好看 为什么 因为他这种样子的话 第一个是 你看起来 那个东西 也有弧度了啦 但是就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你发现 他只要穿宽松一点的 我感觉 哪怕是小内内 都是那种紧身的 也阻挡不了晃荡 懂吗 也阻止不了 那个东西 真的晃荡荡的 然后再加上你看去参加这种 去参加这种活动以后 特别是吸引那种安全带 你要勒得更紧了以后 换到SK2 就是那个 亮瞎人的眼 不想看都难了 都很为难了 别人就有在问说 没有你们 就是真老师 都没有什么八卦什么的吗 没有啦 那个都说了 红毯一撤了以后 红毯撤了以后 他是游戏原因 测的以后的话 就算是有心 想做点什么类型的时候的话 又现场有 有有我们办正事儿的人 在那边看 所以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一个 就是就是动乱 或者是那种什么 明争暗斗这种东西 就不会有 就不会像以前那时候 时候有红毯 然后的话就稍稍就是 大家都在一个时候的话 就放飞一下自我 塑料情该 塑料就塑料的那种吧 可以哦 就是嗯 就是那种 但是现在的话 他没有办法 你知道吧 他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就是场内 就是因为场外的事情 场内也有人 场内有人 所以基本上 大家都不会说是 有点什么动作 知道吧 也不会有做什么 所以话这很无聊 所以你们这 你们这老师都没有 都没有看完就走了 你得亏他前后脚走啊 不然的话到时候 他也得排队排队排队 排队离场 他们他们那帮 你之前说的那个 呃啊 就是那个口红色号那个 呃啊 就是他们那帮 主要是 主要是 张老师他们走了以后 张老师他们走 大家都走了 知道不 就是就是那帮都觉得 没有意思都走了 所以他们 他们出去 他们去 去去 去吃 吃烤串去了 他们 去去 去夜宵摊去了 他们去夜宵摊 然后走的时候 还还送好 就主要是你爸这个人 真的是就是参加活动 到当天 真的运气爆表 你爸前后脚走 人家前后脚疯 那当然 那我爸这个运气 觉得是杠杠的好吗 对啊 就真正专门去看八卦 结果啥都没 对啊 他他自己都说 他还不如去 去横店那边 还不去横店的 意思没 就是很 没意思 对 很没意思 把钱都能赚上 就是本来就是为了 八卦吃的 结果白跑了 对啊 我跟你说 我跟你们说 就小K跟奥公主 这两个太狠了 就是我们讲 我跟我们在直播间讲的 这些化妆师 他们居然都能找出来 然后我认也不是 那谁要 那个叫什么 大数据推嘛 一推就这样了 就是认也不是 不认也不是 然后后面 我之前的时候 不是跟你说 跟你们说 说 说那个 你爸去 就是去活动的时候 他的发型造型 他的发型造型 是一个很厉害的 一个老师 老师做的 但是他那边的话 他一般老师 他们不太会 因为他们自己的话 基本上 他们的助理 你就是大师的助理 其实就是单独带团队的人 就是说明 他的技术不会太差 知道吧 他技术不会太差 就相当 他也有自己的团队 但是只是 他们在这些大师面前的话 他是很厉害的 但是他也只是 一个助理级别的 OK哦 他是这样子 所以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 大师面不属明后 他们这边的技术不行 人家都带团队 怎么可能会不行 所以基本上 一般大师他们 给他们做了以后 除非是他自己带队 带队去跟走秀场 或是什么类型的 他才会 属明说是谁的团队去做的 但是如果说 是像这种 街商的活动的话 基本上 他们不会属他们大名的 所以才会是 小元哥哥 他们那几个 才会标他们 知道吗 才会标他们 那Andy他们那边 是不会 你叫他Yoyo也可以 你叫他 你叫他Andy也可以 就是本来 他们这些人 他不怎么署名呢 你是 你是 我记得好像是那个 我梗标了 我梗标了以后 他才 他才那边 他那边 是人家不给你爸面子 也得给我 我梗面子 是吧 也得给我梗面子 所以的话 他这边也会 我梗标的是那个 梗的是小元哥哥 然后Andy是自己 自己发的 哦 就是有梗了是吧 所以那Andy 他们那边 说实在的 也 你除非是 像跟周迅 或者是那种 比较大牌的 那种 春夏季活动 那种秀场那类型的 一般你家才会做这种 做推广的 那说 我跟你讲了 那如果说是他这边 主动的 主动的 那说 我就只能说 就是 多少还 就是口 你爸口碑 还是很好的 然后 就是你们看那个 莴瓜的 莴瓜 他不是24小时跟拍吗 然后24小时跟拍 那最后有一个 脸源表 脸源表 脸源表里面有一个 造型 造型的这一栏 他们标的是 小元哥哥 然后是括号 零九 零九 Space Space 然后呢 但是 但是呢 这个小元哥哥呢 是 另一个 对 只是造型 是之一 对 不是主造型 主造型 对 不是 然后被 然后被被喷 就是这两个 被喷的不行啊 然后 然后我就很想笑 我说要是知道 是Andy他们那边 坐的时候 敢不敢喷 敢不敢喷 然后后面去 居然去敢去 Andy那里做建议 我说哇靠 你去装勇了 你去Andy那里做建议 对 然后 胆子够大了 那个 那个Andy Andy老师 他自己的小红书上面 有 有发 有发 就是有 今天的造型 是那个 悠悠 悠悠老师做的 他有发这个 就 今天的那个 叫什么 那个 装面 装面是悠悠老师 做的 他自己有发 然后人家这个Andy的工作是很厉害的 人家 他们之前有 就是全程包办了那个Prada的Prada的北京大秀 你想想这个 这个 我跟你 我跟你们这么说吧 我跟你们这么说吧 如果说是在 在国外的一个走秀场那边 他会请到的 会请到的国内的团队的话 只有两个 一个 基本上不会考虑其他人的 一个 是你们曾老师 一个 就是Andy老师 就是Andy老师 然后国内这边的秀场大咖 秀场大咖 那边做的时候的话 有五个 那五 哪五个就不跟你们说了 但是有一个 其中一个就是Andy 跟你们 跟你们的曾老师 你们曾老师是首选 你们曾老师不接 才会到他们这种 才会到他们 但是 在这里面排行 如果说是优先选择 选择 有选择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 就是Andy 但是Andy 你知道就是 跟你们曾老师这边的话 多少还是有点差距的 一个原因是 你们曾老师属于全面型的 因为他也会 他也会那个 剧组装 剧组装容 知道吧 他 你们曾老师做造型 就是做 那种知识结果装造 这种类型的话 他还是也很厉害 所以基本上就是 对 所以也会是有点做前辈型的 做前辈型的 但是如果说是 都已经到Andy 他们这种话 给你爸去做的时候 说明你爸很花钱了 很愿意花钱了 而且还是人家亲自操刀 我跟你说 我是觉得很好看 他 就是我之前也跟你们说 他走红毯的这套罩装 是非常可以的 是非常可以的 懂不 我也觉得很可以 就是你看他那个罢钱 和这个面 就是挂装 画的都从船 人家狗尿态在这边 狂吐槽 我说国家台 可能连人家零头都赚不了 还被吐槽啥呢 不是后面知道 是Andy了以后 的话就不是 就是那个小元老师 他们不是被喷 小元哥哥 他们不是被喷得很惨吗 被喷得很惨吗 然后那个工作室 也被喷得很惨啊 后面知道 是Andy那边来做了以后 的话也 你看那 真的是超双标 是不是欺软派应的 建议 他们建议 不敢说话了 对啊 还敢说 就是你看那 就没数字的人去Andy那里 就说给个建议 然后我就跟你讲 Andy他们这种看到的话 不翻大把眼说 你懂个屁 是不是 顶多会说 你懂个屁 他们要求说 说给他的那个粉底太黑了 然后说什么 要给他口红化的红一点 傻逼 拍妆又打光 知道吧 傻逼啊 拍光又打光 再上白一点 再拍的时候 你爸脸都看不见了 傻逼 最好笑是说 他那个头发像鸟巢 我真是笑死了 然后去Andy老师那里 以后又不敢说了 是吧 对啊 就是有一个评论是 他说 我有点困惑的是 没发现粉底颜色 比他本身的肤色黄很多吗 对啊 那你有没有想过 人家为什么会是 为什么会上比 那个皮肤偏黄呢 那不就是因为上镜问题吗 哎真的是 不懂还在那乱说啊 这种 你要是日常妆照的话 那肯定是偏白型的啊 但是如果说是 走红毯类型的时候 是在灯光聚焦的 一个情况下面的话 他必须要显出 他这个人的轮廓 一个轮廓性 还有他的眉眼 一定要好看 所以一般正常情况下面 会选择偏黄一点的 就是比他皮肤 要稍稍黑一点的 然后遮住 遮住他的脸 跟他的脖子 跟锁骨这个地方 知道吗 跟锁骨这个地方 然后这样子的话 他配衣服的时候 在聚光灯下面的时候 人轮廓是非常强的 你知道为什么 这些女性拍的照 都不怎么好看吗 就是特别是走红毯的照 造型都不太好看吗 就是因为过度的强调 要白 要白 你会发现所有的女明星 走红毯的照 都不好看 但是他们拍的工作室 出大片的照片 都还不错 是因为在室外 然后没有在灯光的 一个下面 没有灯光一个下面的话 他就可以补光而已 补暖光 补暖光以后的话 他打 他不是做白吗 然后他在上镜的时候 就显得他人很白很嫩 但是实际在走红毯 跟那个聚焦 聚焦那个灯光下面的时候 会感觉那个皮肤泛油 会油 就是感觉你这个人 好像妈的鬼 准备走那个红毯的时候 像在脸上 脸上打的那个水光一样 懂不 就很油腻 但是 但是 他们 他们这些女性 他就不接受 你把他 就是稍稍拍黑一点的 知道吗 稍稍拍黑一点 他们就不愿意 所以你看像 曾老师 曾老师上的时候 也是上片黄的 后面说 不好看 知道不 他也有点生气的 知道吗 不好看 他说你喜欢白是吧 我就怼 懵的怼你白 我都不知道 对 我觉得他 他画得太白 他就很容易就是 轮廓没有了 对 他轮廓没有了 是你的轮廓的 对 而且 你爸是龙颜系的人 说实在的 他如果说是个娘炮 你爱白就白了 真的 娘炮你爱白白了 但是你爸 我又不是剔脱 老爱皮克白 对啊 你爸是属于那种 龙颜系 他是龙颜系的时候 的话 你爸的 你爸说实在的 如果说是他偏白型的时候 说实在的 真的长得很一般 懂吗 他上镜的时候 还有给人家 实在的一个感觉 是真的很一般 但是的话 但是如果说是 你在强调他整体的 一个轮廓类型的时候 你偏黑一点 他真的特有魅力 很man 特男人 懂不 这种感觉 你爸说实在的 拆分五官 他的眼睛是很好看的 他的眉眼是很好看的 但是你爸的嘴巴 跟鼻子这块 他不是属于那种 说是像你妈的那种 是精致型的 懂不 你妈是五官拆分开来 每一个都好看 你爸一定要组合在一起 懂不 你爸要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爸要的是一个 是一个是 就是整体性的 整体性的一个大帅哥 所以的话 他必须一个是偏黄的 一个造型下面的话 他在灯光下面的时候 哇 他的轮廓就会特别好看 再加上他衣服是黑色的 再加上的衣服是黑色 本来寸的人就 就是不黄 是不是 那个黑 那个黑色的衣服 本来寸的人就白 你再白的话 你就跟你那个衣服要分割了 真的很臭 那个颜色构图 真的很臭 对 懂吗 所以的话 人家 人家安丽那边的所有的化妆师 可都是给人家国外超模化化妆的 就是身在服中不知服 1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给周迅化妆了 就是 人家团队那边 过国外的都是超模 过国内这边的 人家都是给周迅送家他们这些来做的 来做造型的 而且人家很愿意去给周迅他们这些人做 为什么 因为周迅他们这些人是师父怎么上 他们就不会说什么 而且他的经纪人不会悲悲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周迅 就是上镜的时候 怎么感觉在灯光下面的时候 有点偏黄什么类型的 你就是要以造型师 是为了让他在灯光下面好看 把人给化黄了 或者化黑了 人家 他们是不在意的 知道不 不在意的 确实上镜很漂亮 所以你就会感觉 为什么就是大咖 那种很大的咖 跟那种流量咖 上镜的时候的话 差距很大就是这样子 一个是装造 还有一个是不懂装懂 有吗 不懂装懂 就飞 你就会感觉怎么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怎么会有壁垒的那种感觉 是因为 是因为大牌的 还有像 就是比如像周迅跟巩丽他们这种 他不会发表任何意见的 他是觉得 就是树叶有装工 我的造型老师 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来 我就怎么来 然后是这样子 但是 但是像 像 你也懂的 就像他们现在这种 这种你说是他大 也一般般 但是也 也没见拿出什么作品 那是什么八五花 什么之类的 七七八八的 我觉得 就没有什么代表性的 就是 就是 就觉得自己老懂了 老爱在 装造这块 就 哔哔哩哩 你 你 你 我 我 我说白了 就是 你看 真不是我拉财 你看 刘亦菲 跟那个 跟刘思思 跟亚密他们坐在一块 两个世界的人 两个世界的人 那 那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 正常情况下面的话 刘亦菲是不会 对造型师 还有化妆师 这边给意见 他经纪人也不会说 但是像 像那个 double姐他们这种 会 就是 你懂吗 就 对 就会觉得自己 好像都很懂 然后一定要往 往自己想要的方向走 是吧 但是 不要说两句那种 对 对 你最关键是 对 最关键是 连 连 都敢对 曾老师这边 直手画脚 更何况是别人 是呢 懂吗 就更何况是别人 对曾老师都敢 都敢这么直手画脚 你就知道 就是这些人装逼的时候 有多让人觉得很无语 所以为什么 吐槽这些人的时候 他们这些化妆师 吐槽的最狠 就是 人家 这种化 这种 特别的化妆师 对 丑了还骂人家 对 真的都是靠手艺 出来的 就跟他直手画脚 对啊 丑了还骂人家 是呢 那一排 你知道那一排 特别特别好笑 因为那天 你不是下午是说吗 说就是 化妆师在一排了 跟你讲 对啊 化妆师搞之一排 我跟你们说 就是当时 当时我们在 吃瓜的时候 正好就吃到这个 就是说 说他们在化妆的时候 还让自己的小助理 去别的地方 别的人那边去查看 查看人家 化的是啥 化的是啥颜色口红 然后呢 就是打听到说 说那个大宝贝 化的是大红色 烈焰的红唇 烈焰红唇 然后所有 所有 那一排的所有女性 全部都红唇了 你知道吗 全部都红唇了 各类 各类红唇 要么怎么什么 龟红 要么就是 要什么 珊瑚红 我跟你讲 就离谱 下午的时候 看到 听到这个 这个瓜嘛 然后就笑死 然后你知道 晚上 那一排 我们就把 我们就把 那一排就截下来 主要是我跟他们 说的时候 是实时的 然后那个时候 还没有走红唇 那个时候 只是在 大家在 在做装造 那时候 我就已经告诉他们 这些人会穿什么了 知道吗 这些人会穿什么 会化什么装了 然后他们 这帮人只要等晚上 去看了就知道了 然后这帮人 去看那个直播的时候 一群人就一直在笑 我靠真的是 然后就那一排 那个嘴巴 就是 就是那个美眼的装造 跟那个唇 就搭不上 跟你说 是啊是啊 而且 美眼的就像 没有一个红是一样的 但是都是大红色 都是大红色 你看他们那一排 就只是 是 刘亦菲的是 是有点 就 也是红色 但是会偏点奶咖的那种 只有一个人的不一样 对 刘亦菲就很不一样 就很 就很跟他们格格不入 后面那 旁边那一排四个 我就是绝了 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笑死了 就是 周年还有个活哥 刚刚把他们给隔开了 就是那四个在一起 就超级搞笑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说 我跟你们说 他们本来 你自己想想 你看 你看曾老师他们是怎么做妆造 第一个是你的礼服 先回来 就比如说你像AB的 你是黑色 你AB你是黑色 那黑色一个情况下面的话 你的头发也是黑色的 你就没有做别的漂亮 然后他就会做黑色的 一个卷发型的那种 就搭你的 因为你是相间型的 肉肩 然后他基本上 你的眉眼这块的话 他会烟熏装 偏重一点的 上眉眼的时候 偏重一点 然后要么他就是 要么他就是那种 就是暗眉红的那种口红 他要么就是大红色 就是正红的那种 就是血果 就是我跟你说的 刚才我们说的 说的那个猎院红唇 就是这个样子 他会很凸显 他这个人的气质 还有一个他的那个 那个重点 要突出的一个部位 但是因为就各个都 都就是本来都上好了 知道吗 就是就是像 像那一位的 他不是紫色跟黑色 紫色跟黑色的 所以的话 真真真老师 就那个时候有在问 他这两件 是不是要换着穿 但是最后不知道 他是穿的是哪件 因为他自己 也不确定的一个情况 那就是说你的妆容 你既要搭得上黑色 又要搭得上嫩纸 他那个是不是嫩纸色 那个就是有点 浅纸的水晶纸 那个他那衣服 你等一下你跟他们说一下 我去尿个尿性 我再回来 说那个夫人的衣服是甜的 夫人的那个是嫩纸色的 本来他也是没有红唇的 然后故意红唇的 就很好笑 我昨天看到这一幕 因为正好群里面 有姐姐截出来 然后我就看到他 我就笑死了 我说这个这一排 还差一个夫人 这一排四个 对没有结上 应该都结上 因为那个刘诗诗 好像没有在那里面 但是后面那一排 真的是 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想笑 那个口红 大家原本都不是这个颜色的 我们应该就变过那张图 对啊 就是在 就是他们四个人 不是都坐在那个胡歌的旁边吗 对啊 然后胡歌旁边的四个人 然后一开始他们的口红 可都不是这个颜色的 后来是正好 我们下午 对下午在10时的 正好吃到了这个唯一的瓜 真的是吃到唯一的瓜 因为咱们正好是近距离 知道吗 近距离在画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 他就说 他就说有别人 就是其他人 我来来 让自己的小助理 去别人的 那个化妆间去打听 打听人家用的什么口红 然后打听回来说 说大宝贝用的是 大红色 然后集体全部换了大红色 最关键是 最关键那个时候 你知道吗 你已经上完口红了以后 说明你的眉眼的妆 还有整体的面容的妆罩 是已经做好了的 如果说是你突然间换口红的话 它真的会有点 跟你的眉眼是有点不搭嘎的 知道吗 没人不搭嘎 那你偏要换的话 那没办法说实在 你是客户嘛 你是上帝 你说了算了 然后 然后就有去换啊 那就有换了嘛 所以就是一排 就感觉那个妆容 这超微合 而且你知道吗 那天他们还有个热搜 就是他们不是做了 一排的女明星嘛 然后有个热搜是 是大宝贝给他旁边的女明星 递那个发糖 就是递那个糖果 就周围那几个人 因为就是像我们这种 知道这个很酥料的 这个背后的以后 我就看这个热搜 就是很好笑 不是 最后那个糖 首先应该是 邓朝鲜给的呀 邓朝鲜给了以后 一排过去都吃了呀 又一盒 一整盒 然后递出去回来 就空盒 对啊 你要知道 那个夫人的那个眉毛 昨天 就是上周不直播 不就说了吗 本来不是这样话的 人家经纪人非要这样话 那对吧 最后结果 结果出来 然后 哎 郭别让人家背 对 郭别让人家背 背锅也没办法 被骂也没办法 我跟你说了 之前的时候都说了 他那个 他的眉的话 之前的时候 因为他的 他的五官轮廓是很深的 你直接给他上一个柳页 就可以了 是吗 这关键是他的衣服 他衣服也不是称 也不是称这种 大那种粗眉型 也不是 也不是 也不适合这种 你要是他搞一套黑的 那还好 他又不是 他又不是 那时候给他画的柳页眉 就非又不要 那随便了 是不是 反正钱给了 这夫人是谁 不知道拉倒 对 我们这瓜 瓜都说了 不知道拉倒 真的 对 不知道拉倒 还有人科普 还有问子萱 还有人问子萱是怎么回事 我靠 谁的手机又在这 是不是五分钟 那此女人 不是 应该是四个 四个 你的手机又在你这 她静音了 不是 不是他那个 还有那个 那个那个 有人问子萱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跟你讲 我 我可能是有点不太理解吧 但是 但是也能尊重 也能尊重 就是 就是这位 就是这位女士的 一个选择 我说实话 说实话 长得 算是足于中篇上 身高 还有身材 真的是独一档 独一档 然后又有这么好的 一个出道平台 说实在 如果说是 有再好好地磨练一下 演技的话 演技类型的话 也未必没有 他一席之地 也 但是吧 就是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 上进心 一点都不强 还有一个就是 嗯 他很像体现木 不管是在家庭 事业都好 很像个木偶 就是 怎么说呢 各种选择 他也喜欢这个 这种方式 对 对 他好像也很享受 所以你有没有办法 说是怎样 我觉得做一个 就是无脑的人 活着 我觉得挺好的 也挺好 对 所以你不能说 对 你不能说 人家这样子选 没有什么错 那 那说实在的 人家有这个条件 是吧 人家老公啊 或者是人家公司 愿意这个样子 那也没得好说 但是吧 我是觉得 他的团队 就经常让我觉得 是不是老板 没有脑子 然后个个都可以 没脑子 真的 我有时候是 虽然说的是唐燕啊 又不是夫人 夫人人家可厉害了 好吧 夫人还不会啊 这算蛮打的 我在月球都听得到 都听得到 你这 你这说实在 你做女的 你做到夫人 那份上的话 我是觉得 我给你竖个拇指头 好吧 我是觉得 夫人跟杨幂 这两个混 杨幂 现在坐个火箭 坐个火箭筒 都追不上人家夫人 是的 懂吗 听说夫人的老公 要升职了 听说啊 那 那 我怎么讲 先别说 人家 确实 人家老公 也没啥事 哎 是 最 你 最 最难的是 夫人是什么 你个头 AB是什么 夫人 我叫 Angela Angela baby 我从来不会说 是隐晦的提他名字 Angela baby 就是Angela baby 好吧 我从来没有说 很隐晦的提过 说过AB他们 还有啊 像我说 阿密他们 这些我顶多会说 Double me 是吧 你说 唐燕 我就说 那个子萱 起码都能让你知道是谁 那 那 夫人 我不怎么提 就是我不太想谈 过去 过去 我们说 对 对 然后 然后 就我不太想谈 懂不 是因为就是 人家 不说了 就是 对过 然后那个 对 对 我只能说 你们总觉得 杨幂他自己身资本 什么类型的 我就说 造火箭筒 造火箭筒 都追不上 得了吧 就这么算了 好吧 你知道就行了 我都跟你说了 以前 团队见到你们曾老师 要叫老师的 现在 人家都敢指手画脚的 那 那你就知道了 而且 而且 他们知道 就是 你们曾老师的团队 有三个团队在那边 三个团队在那边的 说白了 他去的时候 他只是去创下场 他不会动手的 知道吧 他不会 他不会动手的 那知道他过去以后 只能明了 要他过去 那曾老师不能拒绝 明白不 对 而且 而且就是 就是 就是在 还被人家逼逼赖赖 你们曾老师不爽 也不会说什么 懂不懂 人家后台这么硬 也不能说什么 也不会说什么 他顶多回来 出来的时候抱怨一下 他不会说 所以的话 你就 你就说 为什么我不太喜欢提他 就是这样 你最主要是说 那说实在的 那又怎样怎样 那说实在的 他老公也没怎样 那就是不好提的 说实在 要是他老公 就是有那种不好 什么类型话 说实在 我早把他递死死了 早把他递死了 但是实在是 人家老公 没有什么问题 懂吧 所以的话 就没什么好说 就关键是 人家也不捉 是吧 是不是 人家也没怎么捉 小K哦 人家也没怎么捉 人家就是 就是 人家也低调 好人家嘛 对吧 对人家就这样的 好人家嘛 人家在自己的事业 事业圈里面也没捉 是吧 低调的 是吧 人家也低调的 所以就不是说什么的 就没什么好说 知道不 但是 但是我刚才吐槽的是 吐槽这位 是 是 是 我说 我说的是唐烟 对 我说的是唐烟 我只能说 我说唐烟是一个笨蛋美人吧 那种不同团队里面都是笨蛋吧 是吧 那你想想看哦 呃 你明明就知道 在 在23月25 晚上这个时间的时候 是微博之夜 那你去接一个 你又要去接商务直播 重合的时间也是8点钟 那你说白了 那个行程 你就算是在微博之夜的 现场做那个商务的直播 你 你都不一定来得及 你都不一定来得及 那你呢 那你呢 就是 两头都想吃 两头都想吃 那结果是什么 就是两头不讨好 就是 但是呢 这 这位 这位笨蛋美人呢 你不会考虑这些问题 不会考虑这些问题 但是他都不会考虑他的口碑 懂吗 他都不会考虑他的口碑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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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晚了 将近晚了一个多钟 一个半多钟 迟到 然后 然后 你说入场 说实在的 我说 我说实在的 你晚了 一个半多钟 把你的奖 那个时间都快过了 都快结束了 说实在的 都快结束了 那 那你过去了以后 说实在的 没有一个小保安 敢拦你 你那张脸 他就是邀请函 懂吗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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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脸 就是 他那种长相 不可能 没有人认识他 你不要找 不要给 给别人 也不要给剧组 也不要在剧组那里 找原因 你不要在 在人家主办房 这找原因 只能是你的原因 你要么就别去 好不好 你要么就别去 你要么去 你就只去一个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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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两个都想 然后两个都想要 然后你迟到了这么久 说实在 你那张脸 就是邀请函 不可能 没有人 不会要 不会没有人 不会有人拦你的 好不好 不会有人拦你 迟到就迟到的 麻烦别找借口 穿着一身 穿着一身礼服 对吧 找一张脸 还有团队拥着去的 还有团队跟着去的 人家保安 不可能拦你的 这么 对 你别骂人家保安 就关键是买 关键是去买的 跟他说说 说进不去 那进不去的时候 骂谁啊 骂人家保安呢 人家保安做错什么 是不是 人家保安做错什么 你锅子直接甩 人家保安是吧 那有本事 你骂 骂那个 骂微博啊 骂微博之业啊 你为什么又不骂 不骂官方呢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锅 甩给一个小保安呢 我就很想问 对啊 我就很想问了 是不是 那个个都去骂人家保安 说人家保安拿了 说实在的 没有人拦你 就觉得 我觉得是不会有人来你的 就觉得离谱 你懂吗 所以我就说 对 我就说 你有脑 没脑子 你不能没脑子 到这种地步 好不好 你要么就要二选 要么你就别去 你像赵丽一样 谁说你了 是不是 人家现在 人家现在小赵可 离婚的又想的可明白了 对啊 就搞事业 人家就不来 那你学人家嘛 你也不学 对啊 你也不学 还可怜他 你少 你迟到这么久 说实在的颁奖的时候 明明是一起颁的 明明是一起颁的 为了他都延了一个钟了 还提前颁了别人的 你一直没来 一直没来 说实在的 我是主办方 我都没脾气的 知不知道 人家主办方 都没脾气的 就是 他跟那几位小花 那个讲 是一起的 知道吧 是一起的 然后 因为迟到这件事情 一直拖 一直拖 把新人那些都快办完了 懂吗 都快办完了 人还没来 人还没来 你说实在的 你是主办方 你气不气 我是主办方 我跟你讲的 爱要不要我 昨天那个酸菜也是的 太好笑了 说去厕所 不想上台 就不想上台 真的是那三堆牛屎 踩了高桥上去 都没人家高 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 这有什么好避讳 他还买了个热搜 说错过 是因为去了厕所 他粉丝骂工作室 哎呀 哎呀 这全世界 全世界说实在的 可能你骂工作室 是骂对的 但是 但是有时候的话 也不一定 全是工作室的错 像你骂这种的话 工作室随便你骂随便你 但是像说实在的 像唐言这种工作室的话 你有什么好骂的 骂的就是从头到尾的 就是从头到尾的 都是那种 就是那种半桶水 是吧 都是那种半桶水 那你还能指望 那种半桶水 就扔起来吗 是吧 这些猴子也说去厕所 哎 个个都都很单 都说实在的 是个正常正常的一个 一个什么小流量 那种类型的 都不太愿意跟你爸同台 因为被秒的很 很恐怖 就被秒的很 很什么 说实在的 我真的也不怕 你们异谋或是什么 算实在 因为我说是 这会儿你妈咪也在 跟你爸一起上去 类型的话 可能就是这两夫妇 独领风烧了 姐姐没有没了 对啊 要是 要是你妈还在 要是这两夫妇 上去的话 真的 就是今晚上 就是他们两夫妇的 一个秀场 真的很好笑 酸菜那场 我觉得大爷自己 也蛮好玩的 他那场 几个女演员 都是一米 一米七的女演员 然后加上 他一个酸菜 我说是 大爷是不是 那些演员 好像就毛小彤 毛小彤矮一点 是吧 关小彤 关小彤 毛小彤 宋艺 人家本来就不矮 然后再穿上 一个高跟鞋 高跟鞋 高多了 就关小彤都有 就是那个不是 毛小彤都有 一米六五这种 一米六多这种 再登个高跟鞋的话 可能就有一个 一米七多 那他们酸菜的 那个纯身高 就没有这样子 他又不能 又不能明目张胆 穿这种十几厘米的 高跟鞋 那你去的时候 一排女的 就矮的是他 说实在的 他尿顿是正确的 那不然的话 全世界都抬不起头来了 全世界都知道 他没有女的高 就是 关小彤的那个腰线 到他肩膀 对啊 这关键是 不是 是跟他同台 那几个女的腿 都有点腻天 懂吗 就跟他上去的 那几个腿 都有点腻天 纯平是为了 和鱼避嫌 因为他们俩 CP已经拆的不行了 你家拆了 打的不行 不能再同台 所以纯平会 他自己挽到 顺便耍个大台 你知道吗 就你爸就很尴尬 你知道吧 你爸就很尴尬 30为什么挽到 我也不知道 但是30 我估计 也不太想跟那两个 也不太想跟 对我也觉得 他也不太想跟他们俩在一起 对 就是很尴尬 你就拍个照 你爸去哪都不对 对啊 人家 人家 无理 还得 你要非刘哥哥 跟人家 没中组 是吧 没中组 那 那人家那边 那场 就是上去的时候 我爸一个人 上去 随快 他不想跟人家碰在一起 所以他第一个 他第一个就上场了 然后呢 鱼呢 就很 就就 就反正是小姑娘嘛 就 就是很 很淡定的 在那边上 然后呢 然后 他们俩先上 然后30后来 然后 然后那个纯平 是最后一个到的嘛 然后 然后胡哥就是 他是颁奖嘛 然后胡哥上来以后呢 本来 本来我爸想要 想要跟他们 离得远一点 知道吗 因为他不想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 所以呢 就 就打算领完奖以后就走 结果 主持人说 我们有个小活动 对 你爸有啥 说实在的 你爸 就说实在的 也有点尴尬 那你为什么尴尬呢 是的 就上去的时候 本来是别人家CP 也就算了 他妈就是这两个 都蹭着 都蹭着那个 都蹭他热度的那种 当然女的没有 那那那就是纯平啊 就纯平啊 就死皮辣脸的 蹭你爸那种 然后 然后关键是 同台里 他妈又比不上 又比不上那种 就很尴尬 然后说实在的 你看他就是 每次都是死皮巴拉的 就是连着你爸这边 然后有时候 吵架什么类型的 又连蘑菇都吵不过 连蘑菇都吵不过 然后 对啊 你以为他们都不知道 这些吗 都知道 所以就同台就很尴尬 知道吧 尴尬就算了 对啊 就是你爸可能 如果说是跟 真跟他们在一起 你爸可能不会有什么 就是因为余苏欣在 然后就很尴尬 懂吗 对的 不计心里面都迪布 你们这些CP都是假的 只有我是真的 对 然后那个活动 不是要大家一起合照吗 然后我爸的个子又高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 挡在那个 他就站在C位 他想要 往旁边走 往后面站一点 但是哪都不对 对 胡哥进来了 他不能往 他不能往另外一边跑 然后因为胡哥和 就三十是 三十是 是另 就是三十和 是和拉着胡哥一起进来的 你知道吗 他本来想要往 胡哥那个角度 因为他不想在中间 他本来想往 胡哥的那里走 结果呢 结果三十后来了 三十和 拉着胡哥一起进来 然后他那边路就堵死了 另外一边是 纯平 他又不可能去跟前面跟人家跟人家小鱼两个人靠在一起 这也不好 对不对 不是 你知道那时候我想怎么OK 我跟你讲 我那时候又是想 我说 要是你妈还没有那么多事 你妈肯定也会被邀请去的 在两夫妇同台以后 我还要是他们一起上去 你看 你看 你爸有的 你妈肯定也有 实实在的 那个微博真的很平衡 这个 就是那些新上来的 然后你爸跟你妈肯定也是一起上去的 我跟你讲 那时候合照的时候 的话我跟你讲 你爸肯定觉得四五七大 你就搂着你妈 那你 把他们急死 是的是的 对 有画面了 对 搂着你妈 两个人就 对 两个人就 对 一搂着你妈 以后两个人就是肩并肩 好兄弟 对 对啊 就别人就妈 反正 反正你们也不给我们说是夫妇嘛 那不夫妇 我们就好兄弟了 是吧 社会主义兄弟 耶 然后你就 把他们全挤出去 我觉得就干得漂亮 还可以顺便揉个皮 肯定是这样的 对 绝对干得漂亮 对 关键是你爸跟你妈就是也不怎么忌讳这个 真的 不怎么忌讳那种什么同台什么类型的 上去直接耶 把他们两个给我紧 大大泡泡的 该干嘛干嘛 对啊 大不了就让个 就是女士优先的话 让个女孩子入下境嘛 让她在下面 让她给她露个头就可以了 两个就耶 就把那个 把那个死算 不是 把那个死纯平给我 给我怼一遍去 什么 别人还问 对 别人还问什么 纯平是什么意思 哎 纯平说的就是何地 你根本知道吗 太顶了 我们又不想叫到Ocm 所以就是我们直播间叫做纯平 纯就是 单纯的纯 就纯粹 纯粹就是个平的 就叫做纯平 好吧 叫做纯平 所以那时候我想 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的就是 就是你妈还在的话 真的 这两夫妇 以按照他们两个性格 能同框的话 后面 在后面就耶了 真的 可能也不会 挤你们了 就在随便你们两个层 你们在那里随便避险 空出来的位置越大 他们两个越喜欢 耶 真的耶 一二三 社会主义兄弟 耶 就要粘到一起 那种 对就耶 然后摆个爱心 一人一边 耶 摆个爱心 摆个爱心 对耶 就在后面 这就 这就是 也不矮是吧 你妈只是在你爸身边 显得她很矮而已 就是你 你妈在你爸身边 显得又矮又娇小 但是她跟别的女生 跟别的男生 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妈其实身高 还是很有优势的 他们俩站在一起 那旁边 就是没有人能敢 敢在他们俩旁边了 对啊 就这两个 借借感很强 正好说到 咱们真哥 真哥的物料 真哥的新花絮 已经开始发昏了 我已经看了好几顿了 你们赶紧把那个真哥 给抛一下吧 只不定能把那个温戏给你了 然后我发现 她有几个骗照 你之前 report的时候 有提到过 谈过了 是你的那个良性呢 就是 不是我说完就行了 你们拿到真哥的东西 捶一下不就行了吗 捶一下说明 而且也没有 没有跟你们说过谎 就行了吗 对 确实是捶到了 对啊 你们只要就是 拿到真哥的东西 就说明 而且也没有骗过你们 那你们就知道 之前说的东西 没有说假的 不就行了吗 就一天到晚的 只忘我那两题 天天盼着我破产 说实在的 真破产 这两题也不能卖啊 你这真卖以后 我还怎么做人呢 是不是 那以后你再问 问点什么东西 然后人都懒得理你 就是真哥的新 新花絮已经开始放了 然后我看了几个 就是有一个锤的 就是在那个破庙里面 破庙里面 我爸妈在那边 捏互相捏 他们俩的手 那段 真哥的花絮里面 是有放出来 破庙里面 就是之前有 就是之前有report的时候 有说嘛 就是他们俩在拍的时候 拍完 拍完间隙的时候 他们在互相捏来 把那个手上捏来捏去 然后那个五指 还跑过来说一句 还跑过来说一句 对吧 那段是有 捏来捏去那段是有的 然后五指 一为一 我没听到 但是 但是五指是出来的 确实是上手了 反正 后面那里 各种捏来捏去 是真的有 什么 还没看到 破庙 呃 轴纹 清闻啊 清闻肯定是看不到的 哎 清闻怎么会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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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闻就自己想象吧 反正其他的 能有的 真哥 应该都会发 你 他 真的 他也不会想不开 要给你们发那个 发那个接吻的东西 他发了以后 以后 人家一般不会给他 再卖东西给他了 真的 嗯 对啊 捏手是看到 还有一些别的 其实也有看到 干嘛 又又想说 还听说苹果吃了 为什么你们 为什么会 早就吃了呀 我就觉得 我都接了 为什么还会 纠结一个苹果呢 就像你们这种 就是就是明明都已经吃了 大鱼大幼了 大鱼大幼了 就老是奠记 老是奠记 那个那个河里面的那些小虾 对 就啊 对啊 明明就已经 炖了一个大龙虾 还有个螃蟹在这里 随便你啃的 他老是奠记的 那个小河虾 老是奠记的 苹果本来就说吃的 病地 病地在 很久以前 就发过 微博上就发过 是吃了 但是他当时 太震惊了 所以没有 他没有拍到 他跟他亲眼看到 是吃了 早就说过了 你们如果说就只觉得吃一个苹果 这里的话就就很很那个什么的话 那两个同喝同喝同喝一瓶水 同喝一瓶水 那有何止是吃苹果呢 有何止是吃苹果 还有啊 他们那个时候有切西瓜 有切西瓜什么类型的 也不只是 也不只是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黄又铭有拿哦 他们自己 就是之前的时候 自己有带的 对啊 小雨他们有去买的 有去买的 那你爸妈都已经无语到 就是切一个西瓜的时候 他吃一口 他剩下的 他塞你爸嘴里面啊 也有你爸 你爸你爸吃一口 他塞你妈嘴里面这种啊 我都觉得 所以我都不 那我不行啊 人家吃了西瓜 我不能再吃第二口 我不行啊 我我我 对啊 人家都已经干了这种事情了 然后我不明白 你们为什么会纠结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苹果 就是他们 你们你们不就是想知道 他们去对戏的时候 你爸给他带苹果 他在那里吃 然后他们两个人 在穿那个白色的 那个内衬 说说里后 你爸靠过去的时候 在你咬了他一口 那个苹果嘛 是不是 你们是老是想知道 那个是不是 嗯 就是这种 这普通道 我根本就不想 跟你们说的那种地步 你们还要一直 在捶这个东西 那你说啊 说嘛 那不是可能吗 这种不是很正常吗 可是就是想听你说啊 你说出来 跟别人说不一样了 不是 我以前我有说过吧 我有说过啊 说这些比自己 很夸张 我说不是很懂 我很懂你们 为什么老是纠结 这个苹果 可是就是这个苹果 需要你说啊 肯了肯了肯了 肯了肯了 肯了肯了 好 对啊 那个那个苹果盒 还是你爸帮忙丢的 肯了肯了 肯了 真的是气息 对啊 肯了肯了 你爸帮忙丢的 烦死 就差一秒 就故意捡那一秒啊 服了 那还想吃什么 还想说什么 那就不止一个 所以还就是重复一下 今天刷屏所谓的这段话 就是有一个博主说 怪不得当初红着眼睛 不想杀青 说他们俩嘛 红着眼睛不想杀青 说我要是上班这么快了 我一天上18个小时 然后有一个回复说 你以为我爸在上班 其实他也有在上人 你以为他在赚钱 其实他也赚了个老婆 那没错啊 就这段话 我这些首页他们刷屏了 全都是转发这段话 没有错的呀 对啊 事实上也是啊 而且我早八百年前 不是跟你们说过了 我都说了 龚俊他入主的时候的话 就是带着心思走去的 早说了 我都说了 你说他没有心思 就是带着钱 有心思进主 就搞这种的话 你鬼信他 你以为随便 掰完一个人 是那么容易的 是吗 我想问哦 大姐 他追是 追他是追他 但是他是 用掰弯的方式去追 还是就是追 并没有掰弯 不是不是不是 那并没有很那个 说实在的 要是你妈没有那么好撩的话 也有点难 知道吗 也有点难 主要是你妈这个人 就是实色性也 对 也是这种 也是这种 就是很坦荡的这种 你说要掰弯嘛 也不是 你说实在 不看对眼的话 你说弯怎么弯是吧 他是那一种 想问的就是这个 对 他是那一种 就并不会说 跟你说我喜欢你那种 但是 但是我说过了 他追你妈最好的时间 是天时地利 天时地利 因为那个时候疫情 他们是锁在剧组里面的 锁在剧组里面 我跟你说 如果说是 他们是属于那种 拍了以后 还有那种要跑 跑出来做活动 那种经常要离主 跑活动那种话 只不定都没那么顺利 都没那么顺利 我跟你们说了 就是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 还有一个疫情的 一个环境 他造就了一个 就是密封型的 一个环境类型以后 他外面很多声音 还有很多一些 现实性的东西 暂时都被屏蔽掉了 所以实在 如果说是 让你 那个时候的那种剧组 可以就是 像经常请假出来 去参加别的活动 那种类型的 只不定真的追不上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还有太多的一个 对 有太多的一个开放时间 让你爸知道 很多东西的 一个差距性 差距性 你看我都跟你们说 之前的时候 你爸很 很 就是 呃 肖邦 你爸 你爸送很多东西 送东西给你妈 都是你们 之前还跟你们说 都是那种小便宜 小心思的 小心思的 但是 但是 什么带水珍珠 对 就是 还不是 你连真的珍珠都不是 然后 然后那个 在水里及早会飘起来那种 对 但是 但是你 你妈 她 就是你爸觉得 可能这个珍珠 这个珍珠的一个价格 就是很便宜 但是 你妈买肖邦的钱 她也觉得跟那个珍珠的价格 是差不多的 他们两个的消费差距 跟存款差距 就是这么差距 你爸没有财务自由 人家有财务自由 知道不 你妈是个小富婆 那肖邦谁买的 你妈买的 我妈买的呀 我妈买的那个 对啊 那我 那我 你妈送的东西 出手都不会 都是 都是房子首付的 开心是吗 我开心啊 懂不 我以为选了 阿爸同款 没想到 我选了是阿妈同款 开心 是你阿妈的呀 对啊 对 是 我都说 我之前我一直都说 是你妈送的呀 我说你妈出手 都是一套房子首付 然后你 你想想看 如果说是那个时候 没有 没有那个 就避风式的 在剧组里面的话 隔断外面的一切 一些 就是外面的一些声音 还有一些纷纷摇摇的 一个东西的话 你觉得你爸 能就是追得到吗 或者是他能狠地下心来去追吗 他会在剧组里面的话 他会在剧组里面的话 对对对 其实其实 其实其实多 就是就是就是 换头换尸的人都不 我从来我都说过了 换头换尸的人 从来都不是你妈 所以我不是很懂 为什么会有什么 限限定花期 这种 这种什么什么 七七八八的 难道不是 不应该是你爸 就是换头换尸吗 嗯 是明明是他换头换尸啊 所以我为什么会 会就是很 就是就是很着急 要要要有点 走出点声音 你看以前的时候 就是以前的时候 他还想着稳扎稳打 在在在沉淀什么的 慢慢出来吗 但是后面跟你妈 在一起以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他着急了 你发现没有 他着急的 对 他是着急的 他想做出点成绩 看一看 对他是 他是着急的 所以所以那个 所以那个时候 真的我就说是天使地利人和 那个时候就屏蔽了 太多外界的东西 说实在的 你妈都跟人家上了床 你家小雨 舅舅才知道 都可以 都滚在一起 都一个多月了 你你你小雨舅舅才知道 你说谁拦得住 兄弟架出去的鬼 对 谁拦得住吗 你你你小雨 救回来的时候 都已经睡了 这这这这怎么拦吗 是不是怎么拦吗 那那时候 导演这边 也当初看不见 制作人当初不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在两个滚在一起了 没人说 那那那说 那剧组的环境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们就觉得 好像也没有什么 就不会说 有太多的一个 一个环境的 一个顾虑 让他们就是让他们 有退缩 或者是吃前想后 这些东西 并环境给他们 造就了太多 一个舒适的环境 所以刚刚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我跟你们说 就是没有分开过 但是别扭 肯定是闹过的 那是 懂吧 别扭肯定是闹过的 那你肯定是没分过 他们的别扭吗 阿姐 我都跟你说了 就是 那个 限咖 这个咖位 还有一个 还有个消费 消费习惯 还有一个 就是人际关系的 一个东西 你说实在的 对 就是 你爸这里 绝对 绝对 绝逼 会自卑 嗯 先到手了 都睡过了 睡完了之后 就开始 放在手里面趴掉了 那个时候 你妈没怎么出剧组 懂吗 你爸 你妈是没怎么出剧组的 所以你一般 都是你爸单方面的送东西 所以你爸成就感很高 懂吗 成就感很高 但是你爸 你妈一出剧组 甩手就是一个消费 哦 第一份是消费了 对啊 出来就消费 这么有意义 敢 就是人家想 想动 人家干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想求婚了 你说你爸 吓到尿都 尿都出来了没有 是吧 不要这么形容 对 他就是 你肯定他中间 一个是需要 一个是 一个是 你在你妈面前的话 这些东西 特别是物质性的东西 没有那么重要 是因为他财务自由了 就相当于 相当于 百万富翁看 一百块钱 觉得不是钱 然后月薪 月薪几千块钱 就觉得一千块钱很大 一千块钱很大 一百块钱很大 他是 他是这种 就像富婆 就像富婆 或者是 或者是富翁 就是我们买一套房子 是闭起眼睛买的 可能就有些人 他他还要还要 还要还个十几二十年的房贷 他他这个消费差 消费差距是在这里 知道不 所以我就说了 环境成就了 那那你说 真的被萧帮 萧帮砸完了之后 然后这大哥就去 结恋 就去疯狂营业了 然后我妈就 立一脸懵逼 你你你你 你妈还你妈 你他不是说 说实在的 他说他喜欢跑车 或者是别的事情 的时候的话 他这些东西也没有 从来没有在你妈面前掩饰过啊 你你妈也觉得 你你妈也觉得 他喜欢可以给他买 你你那你爸找爸妈 是不是 关键是你妈买了以后 也不会也不会经过说 他不同意 他不买的那种 也不会是那种 那跟你什么关系啊 是不是 我想买我就买 你妈是这样子 我想送我就送了 但是当然对你爸来说 这种东西 是一个心理压力 很大的一个东西 知道吗 所以他我很建议 你们说他送东西便宜 我们可以说吗 对这东西是 被调款挂了 好像也也没有那么 就是也没有 对就一开始 是真的很介意 就现在好像 因为现在好像 他送他老婆的东西 也也没有那么很便宜 因为已经被那个 老婆本已经覆盖了 对 我妈在在座 就算copy了 又不可以 对也不 也不算什么量 因为现在你妈 好像穿 穿丝绘拉扎 都是她包的呀 所以所以你妈身上挂的东西 都是她的 所以你凭什么说便宜 就算是便宜的话 你妈也乐意 跟你们有个屁关系 那之前不一样 之前的时候 你爸还没有血洗 他的衣柜 是吧 你之前说 你爸还没有血洗 他的衣柜 那个时候只是 暗戳戳的 给买什么情侣服 都不像那种 住在一起以后的话 他以前的衣服 全部被你爸打包了 那种 也不是那种 那个时候 刚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给那个 就暗戳戳的 买一些情侣服 都没有想过 说要把她那个衣柜 给换了 那种东西 对啊 所以那时候 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知道你们在调侃 超在意你们的想法的 你们这帮人在调侃 他们买东西便宜 你知道 你知道那时候 就是对啊 那都打理你们 你看那前妻 他打理你们吗 诶 还真是 那战狼 战狼录播的时候 你看你爸前妻 打理你们不 是你妈打理你们 好不好 对 所以啊 人家一般人 在唱限定花期啊 都不知道为什么生气 真的是 限定你个皮 限定 建议 那个时候真的很建议 而且是他们两公婆 都很喜欢看你们 是怎么说他们的 说他们的 那你爸 你妈就很爱打理 你们是因为 你们说的很好笑 也很好玩 但是你爸就很建议 为什么你们 你说这些东西 就在抽他伤口 知道吗 就是黑历史 就是黑历史 就因为他买这些东西 本身就是一些 小心思的东西而已 但是没想过 你妈会秀 然后关键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没有想过会走红 然后然后好好的一些小心意的东西 就变成黑历史了 就是就是被你们说成 就是你妈身上便宜的东西 都是他买的 那现在你妈全身上下都问他买了以后 看你们说什么 可是可是可是 爸比也明白一件事情了 就是我们这些倒霉孩子 成就了他们 我们是互相成就 他才现在能给妈咪买更贵的东西 你少拉倒吧 你少拉倒 你少拉倒吧 你你你你这你这 你这给自己吧 你做的好吗 那那个时候买的第一件贵的东西 就是那个tiff你的 tiff你的那个买的东西 好不用买了过去 然后还被你们说是你妈买的 你就知道多怄气 那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吧 那对这点精神POA还是要有的 啊就台铁自己下的 我没见过的 就是台铁还给你自己搭的 对 对啊 就还自己搭的 那后面不是赚的钱了吗 赚的钱以后他就不再 也不会在意你们说便不便宜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他出手已经不便宜了 他出手 他出手的东西已经不便宜了 因为那时候已经 那时候已经开始赚钱了 他还还已经可以给自己老婆买贵的东西 还care你们再说这些 真的要再先说那些珍珠项链 他拉黑你们 可是那个项链真的 如果泡在水里可能会飘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我也觉得看 就这样连真的珍珠都不是哦 他们那天去看的时候 居然是连真的珍珠都不是哦 我说西门你真的够可以的 就西门你真的是够可以的 然后他那个 他那个就是灰心珍的那个手链 是不是也挺便宜的 也不贵 也不贵 是那个什么black hat的那个牌子 对啊 你妈就好 就是好宝贝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有个什么三笼什么的 不是不是你 不是你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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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绣这些就是脖子 手链什么剂子什么 都带都带上了 我就说你跟男的带那么多手饰的时候 你不会只要很尬 然后你一看全是全是你爸送的都没 所以你爸老是盯着他的手看 就是说就想说哇老婆你 其实其实也可以不绣的哦 其实也可以不绣的 但是你看项链手链跟戒指什么都都带 我说我靠你一个猛免 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然后一看全身上下全他们是老公送的 然后你你爸看的时候就有点傻眼的 说是是吧 就是有点傻眼的 老是盯着他那个 老是盯着他那个塞本 就是那个手 对看盯着看 经常想就是老婆 你说好了装不熟呢 老婆说好的装营业了 说好装两个芝麻呢 你这就是对啊 会不会也太晃荡了是不是 对啊 然后我就想了 那时候我就说哇靠 你不是不是在北海那边拍戏做个猛免吗 要带那么多东西 你不会不觉得两批 就两批兮兮的吗 哎 然后一想 他手上有个手帘 然后他脖子上没有两个项链 他的西装上还有一个小别针 哎 还有那个 那个戒指 对 他太热闹了 就是那边晚上 全都带哦 全都带哦 都没见过 然后他穿那个黑色 就手上会黑色那一套 然后脖子上也有一个亮 然后我还说 我说就没有人发这个嘛 然后落水连飞就去找了找 不是 竟然跟那个宽戒指是一个牌子的 我说完蛋 又是我爸送的 不是不是 对不是你们这些人老说什么 那你看他们两只吗 那你们都偶尔人 看到个战狼直播的时候 不是说着 人家两个甘蔗 哪甘蔗 那我说你们眼瞎 但那时候我不是说你们 对啊 那时候我说你们这些人眼瞎 眼瞎 那为什么那眼睛就连 连在彼此身上都连不出来 他说两个指哪 也不知道你们眼睛看哪去 总不能因为 人家两个人去拍一个 都去拍警察 都去拍那个 一个去拍消防了 一个去拍拍一拍 也是拍警察了 以后的话人家要剃头发 你不能因为人家平头 人家就不能是gay啊 真的是讨厌 一个个的看人家 一个都是猛面形象 以后就觉得人家是两只 一个毛蛋还这么甜 对我那时候就说 哪哪哪 到底是哪两个甘蔗啊 我说哪两个甘蔗 他们那个时候我才记得 记得你们跟我说 那个热评 就说哎 他们两个真的很像 两条甘蔗又脂又甜 我说你们这种人 白虾不会抠 你去补这些物料 还是我们带着你去补的 那说实在的 其实补补对我来说 都不是什么很 很致命的东西 那不要是 不要是为了跟你们 有共同话题 我也不去看好了 对啊 你之后不还是为了 跟我们就同步吗 那说实在的 我不去看你后话 你说实在谁将就谁 还不是你们将就我 这点自信还是有 是不是 我就说不看你们 你信不信 你们还得跟我科普 对 但是听不懂就很痛苦 不是啊 我不痛苦啊 但是你们又想让我 给你们讲一些 想要你们帮你们 垂东西 的话你们就得给我解释 到底谁拿捏谁 可是我们会说的 特别没有逻辑 你就会发疯 但以后我就听不懂 我就懒得理你们 对啊 到底谁拿捏谁 真的是 那不是为了跟你们 就是沟通 在一个level上 在一个同频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才去补课的嘛 然后有些缺的鬼 就发给我 发我一些 你爸那个时候 在大学的时候 久秀 我看到那个粉色的拖鞋 跟那个粉色的 那个衣服的时候 阿爸大学时候的 那些人在我这 No.1 就是他演那个格朗台 吝啬鬼 我没有看 我的钱 我的钱 我没有看那个 我没有看那个 我看到那个 我看到那个 穿那个粉色的 你要知道 一个时尚圈的人 看到他穿这个样子 那个粉色的小西装 粉色的那个五分裤 还有穿个粉色的 一个拖 那个拖鞋 走那个秀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 那个滤镜在我这里 噼噼啪啦噼噼啪啦 碎了一点 发姐 你看我把这个表情 发到群里了 你看一下 我并不是很想看 真的 我并不是很想看 你们 这个 这个太绝了 看一次笑一次 唉 环绕 但人家演的挺好的 好吗 我的决 我的决 他都破硬 算了 我还是少 我说过了 拒绝看你爸跟你妈 以前的旧物料 为什么这两个 以前吐到我不想看他们 他以前的 确实也挺 确实挺幻名的 没 没丑过 但是真的 吐到我 真的吐 不败 就是真的 吐到让我觉得油腻的感觉 这吐到我就是不想多看一眼 但是你说丑嘛 也没丑过 这是就吐到 我就不想看一眼 嗯 这什么就是 你又加了四个粉丝 8275 又错他的 相信这 什么 什么 我又加粉丝了吗 上次8271嘛 我觉得这些狗东西 我跟你讲 这些狗东西 都他妈的 我放 就是我们聊这些东西 他们就交回来了 玛丽打击 就是一说 一说点 就是讽刺他们的话 立马就 就又又又又取消关注 你会干什么 真的是 别少关注我了 赶紧滚 烦死 对啊 只要一说 说到天天的爱情故事 就会加 就会加一点点 然后我一讽刺一点东西 后立马就掉 你就本事别回来 讨厌 其实那个 宋的那个项链 应该不会 飘起来 因为他好歹 还是贝猪的 哎呦 点点来科普 贝猪 可是 可是就好 好廉价的感觉 对不起 是的 真的蛮廉价 贝猪 你知道贝猪多少钱吗 真的贝猪 用分钱来记得 贝猪 火锅 火锅是早上的事 说他 就是 不是唯一 第一次 咱爸请咱 咱妈吃火锅吗 就是在咱妈的那个 在他故意 就是咱爸故意在 把这个火锅店 请在咱妈酒店的楼下 那不正常吗 所以 所以你 那个时候你妈喝醉了以后 你爸的把她扛回去了 还回来买单啊 是的 哦 对啊 所以才 对啊 抢出去 回来 你回来买单以后 就光明正大的去你爸 你去你妈那里留宿啊 对啊 算盘打 打得胖胖胖的 我在这里都听得见 真的 他就定在 把那个火锅店定在咱妈那个酒店楼下 也真不是 也真 但也不是 也真不是你爸 你爸抠 说实在的 嗯 那个时候 剧组吃饭的时候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 因为妈姐也穷啊 都是你妈掏钱 你妈掏钱多 所以就是你爸第一次掏钱的时候 就显得很珍贵 所以他老会记得这件事 但是 但是他刚好就是在你妈酒店的那个 那个附近 这附近的以后 你妈就可以洗完早上穿个拖鞋 啪啪啪啪的就敷个面膜下来啊 敷个面膜下来啊 那那那说实在的 你说说没心机吗 我也不太相信没有心机 你这个你这个 你这个吃完他 你妈你妈那个酒量不行啊 就实在的喝喝那个喝醉了 你可以把他送回去以后 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流速啊 他可以光明正大的流速啊 对啊 把你爸把你妈扛回去以后 你爸还呱呱呱的回来买单 买单完的就啪啪啪的又回去了 对你爸这个人真的很好笑 所以就是 你爸纳闷 怎么就能敷个面膜就去了 进啊就进了 对啊 我记得 他面膜都不会干了 不是我不是我就是很想说 你们这帮人真的是用锅就丢 形容你们是最最最最最最合适不够的 你问小K看这个事情我讲多遍了 你们这帮人真的是 好像是讲过 但是你没有讲过 他这个火锅店在他的楼下 这个是今天 那那那那那不是 这个有什么好讲的 说实在的 我就是我那时候我说过了 说他那边时候 他最后在你喝醉酒 敷着面膜的 在那边喝醉酒以后 你爸把他都送回去 送回去的要啪啪啪的 回来买单 对我回来买单 又啪啪啪又跑回去了 就光明正大的流速了 那那那为什么还要就 还要再纠结这个这个面膜 不是这个地方在哪在哪里呢 他在哪里都掩盖不住 你爸是个心机狗啊 是啊 在哪里都掩饰不住 你爸确实是个心机狗嘛 他觉得老婆他是认真的 真的 他觉得老婆是真的很认真 所以我不说他 算了 我跟他道个歉 我不说他心机了 说实在的 就是没有这一点心思的话 真追不到 是吧 人家是真打正追着老婆去 你知道的呀 吃火锅那几个不都知道吗 人家马姐 对吧 也不止几个啊 他们剧组啊 他们剧组那里有三四桌好不好 心知肚营呢 三四桌啊 那个三四桌在那里 都被那个大堂都被包了 你爸出手也挺扣臭的好不好 你别老看他扣 我必须给你们安利啊 未始无的火锅非常好吃 如果你的城市有这个一定要去 就是他当时是几个主要演员 然后还有马姐 还有小初 他们都全集 那帮除了星期女 跟他们那些就是角色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他们这些人也有别的 同样都是在横店有别的剧 然后哇 那个时候 但是那些没有剧本的 都是在剧组里面的那一帮人 其实像那个大屋 他们这帮人还是都在的 知道不 就是就是那个 那个时候进去 就戏份少的那些人 说实在的就没有怎么在 厂物这帮人确实是在的 导演这帮也在 然后戏份重一点的也在 也也也在 所以他们那个大堂那边都包了 大堂大堂那边都包了 所以的话才你你爸 你你妈他们他们才会赶 就是这么敞开的喝啊 你你妈这个就是两三杯的这个酒量 你啤酒还行 这个白酒一杯下去直接扛回去 哦 那些喝的是白酒啊 混着来的 被人家怂恿两句鼓吱下去了 然后人就起不来了 是有有姐妹就是去打卡啊 然后她去住了我爸的酒店 然后又去住了我妈的酒店 然后又发现 诶 那个火锅店好 就在我妈酒店的楼下 然后再才发现了这段 原来这个这个心机是从这么早就开始了 没有 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心机从这么早开始啊 我觉得我觉得还没进主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呀 嗯 我也觉得 她没进主现在肯定认识 肯定有参加 肯定有知道 嗯 进剧组的时候 她表现出来的行为就在 就是第一端 从开机第一天 嗯 就从那个拜神第一天就开始的通妙 肯定 对吧 这个心机肯定是有的 我都说的是 是进主之前是已经 是有好感的好不好 嗯 我从我不觉得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就是就是 能能这么快的就是 或是干嘛的 关键是一个一个 以她的那个慎重 她不会 就看见一个人 然后用用用用用一秒钟决定 然后再花几天股劲 然后这么认真去追 对啊 你你你妈也不是那种随便的人 说实在 要是她是那种随便的人的话 她在和电里多久了呀 也不是第一次拍戏 是不是 她她又不是那种乱 剧组夫妻这种多的事 你妈都没有过 你妈你妈那个 就是在私生活这块 还是很干净的 所以说 所以就是 你你你你也不可能说 哎呀呃 又怎么样怎么样 突然间那么老实的良人 你突然间就干了一些不老实的事 你你你你你你能说他们不认真吗 我那时候也我也不看好啊 但是也没想过 也也没想过还能还能走啊 还能一起走啊 就是实在那时候我真不看好 我我我我不看好谁我不是我不是很看好你爸 其实我到那个5月4号就是那个世纪用报的时候我都不是很看好他们的问 嗯 我我不是也没有我也没有我那个时候我都觉得正常了啦 我那时候是有点不太看好你爸还是那时候也想过他们这些 这些这些那个咖位啊这些消费习惯性的一些问题 说实在的像你妈的那个私房菜馆大家我们都知道 你妈是个小妇婆我们也知道 我那个时候郑老师也说你们郑老师也说啊 你你这个可能一时还还还还那时候如胶士气的时候的话你说什么都没用 就是你等你出来了以后就不一定了 所以那时候就大家很惊讶有很多很惊讶的一个点就是居然都缓过来 好吧 所以那时候我我跟你们说我没那么磕我也没那么磕 没那么 不提了 你现在也在说没那么没那么其实也没什么用 不是我是说真的以前的时候没有那么的那个 所以有好多东西都不太珍惜 你说要是以前的时候像你们这样子的话 我有很多保障东西的就关键是还是那种可以分享的分享的那种 那种但是那时候就不太珍惜啊 那个时候就是常务小姐姐发了很多东西啊那时候就看一眼就不会再蠢的那种 看一眼就不会蠢 就以为是日常以为以后可以经常 经常 也不是 关键是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热情会退却 因为毕竟是实在的身边的人这种情况也不少啊 我不会说是因为他们是男男或者是女女什么之类的 我会停留脚步或者干嘛的 我顶多是说会会变成慢慢成路好的那种 我太了解我了 我不太 我不会 我不会过多的一个停留脚步 但是他们为什么特意要给你发这些呢 也不是啊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不是有在说 那个时候大家都有在看就是什么时候上就是好多 你也知道啊 那时候好多剧一起开一起拍的知道吧 好多剧都一起拍 好多剧一起拍的 关键还是当美的剧很多很多有在一起拍 一起拍的时候说实在的 最 呃那么多IP里面刚好就只是天涯客这个IP是我们群里面大家都比较喜欢的 但是但是那个看到演员的时候 呃有点期待又有点绝望 看到那个服装的话 你会完全绝望 就吐槽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 就是忍不住会说知道吧 关键是关键以前小姐姐拍戏的时候的话 也会经常给你们发 那时候我还是觉得老韩老师做服装还还还可以 就是起码放心点 后面他把把温哥型的衣服发拍上来以后的话 就简直就是就绝望了 后面你知道我那个时候 苏神叫苏神叫你妈叫那个孔雀五颜六色的 叫他花孔雀五颜六色 就说哎今天今天又怎么了 那以前就没事干了你知道啊 那个时候你你爸他们拍戏的时候啊 那是不疫情吗 妈有我我就是国也出不去 出出不去国好多活动参加不了 然后他们好多人做现场策划的一些人 你做不了妈个个的在家抠脚 你说在家抠脚一个情况下面不听妈瓜干什么 你只有他们那里能有乐子呀 懂吗只有只有就是韩老师他们那边有乐子啊 就横店那边有乐子啊 那你看那个时候疫情刚出来 国又出不去活动好多活动 什么大型活动什么 全部都取消了 个个都在家抠脚 什么他听开评 那时候家里面大家都在家里面抠脚 也只有这种好玩的 也只有这种八卦姐姐呀 对啊然后然后我记得 最让我就是呼吸不上来的是你爸穿那个粉色的 那个衣服啊 那个衣服啊 拍上来的时候 我说这个衣服谁驾驭得了啊 还有那个紫色 我说真的要积老子也不 我就真的很想说韩老师就是积老子 也不用那么拼真的 干嘛就不说话 干嘛就不说话 在群里看饺子发的东西 什么 什么东西 没什么我觉得 我觉得他也没啥 不要太敏感 嗯 对的 你就是其他也没啥 反正我现在 我现在就看真哥的花絮 真哥 真哥演唱会真哥 真哥你赶紧给我买演唱会 我这个等着给你花钱 快点 不是 他后台的后台花絮 也没有太多的可以给你们看的 为什么 因为他后台的花絮好多好多东西 估计也不太能给 估计是放不出来 但是他已经把门放出来的都放出来了 对 别 就是你也不可能是剪太多别人的东西 你不可能是别 就是别人剪进去 但本身你就是卖俊哲的 但是俊哲真正能放的也没多少 嗯 但是他已经 尽他所能放出来了 整个 感觉 就是很 很重要的一些东西的话 不一定会有 因为 那个时候就是后台 呃 除了刚刚开始的进去打 打话 打招呼 啊张老师你好闪哦 就除了 除了那一些类型的话 基本上 连酷都没有太多 呃就是上后 上后台 这段是有 但是在 这次化妆室里面 这样那样的 就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 基本上如果说是这样那样 什么什么情况 下面的时候是 他们是推人出去 就没有尽头的 所以我去拍别人 我去拍别人 所以的话就像 就像那个时候就是送东西 这两个哭的像狗一样 那送东西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的 我感觉能够 能够看到 哭成狗的 那个时候也没有 应该能看到拥抱吧 不是说他们俩在后台有拥抱吗 你说是前一天还是第二天 第二天晚上 他拥抱 有什么好拥抱 第二天晚上 就已经哭成狗了 然后这两个狗东西 感动完了以后 人家就去吃庆功宴去了 去爱拼才会赢了是吧 对 六角龙母 哎 你这个电子 六角龙母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他们花絮出来 六角龙母 大家都看到了 对 你这个电子记 电子记忆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六角龙母 是什么时候来的吗 为什么会说 跟演唱会有什么关系 演唱会是同纪 这个 这个也讲过了 不是 他是说六角龙母 是说 一般玩大蛮丁 彩排时候 带的六角龙母 彩排不都看到了吗 但那个我们都看到了 不需要再重复了呀 那个本来不就看到了吗 这帮 就不可能有帮这个的呀 花絮里面应该 有帮那个 有帮的 没有什么 对 这帮玩大蛮丁 他们花絮里面是5月4号的彩排 是没有放出来 但是我们不是都已经看到彩排的内容了吗 所以我觉得放不放眼 问题也不大 你觉得就是 那个时候 实在的 他那个时候除了六角龙母 你妈彩排的时候 除了六角龙母 没有别的戒指 所以那个时候他手上有潘多拉 是正常的 因为那个时候潘多拉也是 确实送了很多没有价值的东西 是不是 潘多拉的东西 确实就是那种垃圾 那时候手上 确实也也在 会给那个潘多拉那边做广告 什么类型的 但是事实上 手上确实带了六角龙母 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在演唱会 彩排的时候 还没有Tiffany 你 是 就是最后那一天 完结了以后 的话 是你爸在后台 后台那边 在化妆室那边 给你 给你妈 备生日礼物这些东西 那个时候才有了替护你的戒指 所以他两个哭成狗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送个送个就是送礼物 的时候不应该是你妈哭 就是感动的哭 哭的细流化了吗 你爸这个妈的话都没读啊 你爸真的 真的 就都都没有就是送送东西的时候 还写那个本子 需要念出来的哦 就刚念到29 刚念到29岁 我爸 对啊 你台词哭的时候他破音了吗 就就那个 就就那个29岁念 他之前有的时候学过许过的呀 对啊 念念念 就是 就是 讲嘛 那种 对我们应该就是 29岁的时候 哇你不是说要结婚 三色而立吗 说29的时候的话 送他戒指的时候 不是说27 送他戒指的时候的话 送他戒指的 你妈应该会接受了 因为那时候说是有被戒指 被戒指的时候说是他吗 25 25被 我忘了那个是多少岁跟多少岁的了 我记得就有一次是说说是 有有他被的是三个戒指 有一个戒指说是送的时候 就是送的时候你妈接受了 但是 没有接受求婚是因为说 还要考虑事业的事情 考虑事业的事情 然后后面的话 你爸说他在27的时候 好像好像就是27 就那个时候说说我这次求婚 呃 你应该会答应了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是求婚戒 就对付你的 然后后面20 好像是29 就是就是你妈最喜欢的那个宿戒 就是那个婚戒 就是那个25岁求婚 25岁求婚 25岁求婚 他没有答应 27岁又求婚 答应了 对 结婚 结婚 然后要说这个时候就是 就以我们就是以他的一个一个 就是交往的一个过程的话 29他们应该会结婚了 你妈那个时候应该会同意 所以他们结婚的时候的话 他送了 他就是他们在婚礼上面送了 送的婚戒 就是那个宿戒 所以应该是说到这个 就是可能自己想象的时候也很感动 因为想的是结婚的时候送了 想的时候是结婚的时候 婚礼上面佩戴了 所以他念这个的时候就哭了 哭了就破音了 知道吗 就 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应该已经 就哭了那种 知道吗 就是 就是梗子 一口气梗在喉咙里面 后那个眼泪啪啪啪的掉下来 就是想要结婚了 结婚了就破音了 就 就压掉了 关键是 关键是就是 他看到你妈哭的气话 念的时候也哭的气话啦 没有马上跟念完 就是本来就一般人就很感动 念的时候就哭笑不得 知道不 就哭笑不得 就念的时候就 就已经破音了 又是那种哭腔型的 哭腔型的 又 就又还要非要把它给念完 就非要把它给念完 念完以后就是 30岁那个念不下去的 知道不 念不下去的为什么 因为你妈哭的不行的 这两个就抱成 抱成一团了 就就就就抱成一团的 这两个抱着哭 抱着哭的气流话 所以我那时候还不调侃你们嘛 你们你们就是 哦不对哦 他们走最后最后的时候 不是那个粉色的衣服 我记得好像是那个绿色 第二天 第二天好像是 是那套 那套 就是就是 呃 谢谢对 谢谢你喜欢 张哲瀚谢谢你喜欢 龚俊 谢谢你喜欢张哲瀚 龚俊 就是就是那一套 对 然后我觉得你们 我觉得你们就是 有些人是抽奖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拿到那件衣服 过去上面没粘 没粘了你 没少粘你爸妈的那个 那个眼袋可能鼻涕都有 好烦哦你 真好烦哦 可能 对了有个事情 可能鼻涕都有 有一个事情我一直想问啊 就是呃 因为我记得说呃 5月4号那天出了直播事故的 好像是白天的时候 他们没有关那个直播 就是有有一个妹子去看 就无意中看到了什么 但是至于看到了什么 很多人都说的很神秘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呀 就是那次的直播事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什么直播事故 就是彩排的那个视频啊 就是那个吗 他就是5月4号彩排的视频 看到了他们俩都带着六角螺母啊 就是这段啊 就是这段 因为之前说的特别神秘 我就一直很想知道 这个到底什么 是什么 应该是最开始的时候 能神秘到他们两个哭成狗吗 这不太懂你们 他还还还还神秘到就是这两个哭成狗啊 你你爸真的是 经常就是就是这么 有时候经常一些很搞笑很感动的事情 经常被他们两个乌龙他 就就没那么就是没那么那么那么伤感了 真的是就很好笑 他们俩真好 呃还好还好 还好 是吗 阿姐今天今天今天那个那个求表扬的事情啊 你你你说你下午再忙我一直等的吗 有有什么 哎有什么就是就是一个是没有什么好好好说的 就是人家那边的那个警察那边不是真跟那个城管那些人在疏通时候 我们家的这帮宝宝宝已经走走了嘛 有一些有些没走的 有些没走的就是有在帮忙 有在帮忙协助那个协助指挥交通啊这些类型的 然后后面不是被就是让他们呃怎么说呢 就是测场的时候我们家的人比较好比较好走吧 比较好不要听话吧要被夸了嘛 说听话嘛 有秩序嘛 有有素养嘛 因为因为因为他们那些就是别人家的 让他们走的时候还骂人知道不 就是 有什么好骂的 就是就是穿着警服的也敢骂 我有就是这个我也可以证实 因为我的朋友他的男朋友就是骂了这个警察 对也还被就是去叫他们走的时候 对人家穿一身警服还还对着人家骂 你就知道啊 就是他说那天就蛮多粉丝都不是很听话 然后呢 不愿意走 一直想让他们走 但是都没有走成 然后呢他们也很努力想让他们走光 你这你这要是你这你这要是你这你这要是哥哥哥哥 麦利克就直接举那个墙在你碰碰碰走不走 我们家不是啊 我们家这种就是人道主义也会比较强烈啊 就是慢慢的真理劝啊 哎 赶紧疏疏疏疏 然后不不愿意走的时候还还还没有什么 说实在的真的真的真的要是普通区那边的 他就说位置够的话 这帮人全部拉回去都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因为是非法聚众 对 非法聚众让家长来领一个个的交罚款 这个广场上人也太多了 对啊 真的全拉回去就行 那个时候那天就是他们不是在执勤嘛 然后是有一直从早到晚就一直在疏通 想让粉丝走 让他们走 武警都过来了 对 武警都过来了 举着枪过来了 对 然后所以他们警察这边确实是蛮性累的 而且确实 还被骂 对 对不是很好 对 对所以就是关键是关键是他们这些人也不想想看 也不想想看 就是穿着警服的人还敢骂 然后然后也就算了还举着他们家哥哥的气 你就一抬头就知道你是谁家粉丝 也真是够可以的 你到底是爱你哥哥还是很恨不得你哥哥死 反正我我那个朋友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也不好意思问人家说我们家怎么样 就这也不太好 我们家走走的很快 真的我们家走的最快 他确实是告诉我说 那天基本上 确实挺挺心累的 而且很多粉丝都不愿意走 然后他们一直在那边 赶的都不走 对 我们家是早溜的 我们家那时候早溜的 他们去团建了 去吃火锅去了 对啊 我们家那边去溜了 去搞团建去了 他们然后广场的那帮 后面不是那个脚警的封 封了路口 只有两个 一个是车走一个是步行走 所以要把排队搞到 搞到了十一二点钟 就是光是疏散那个广场那里嘛 都搞到了十一二点 后面他们收尾的人都要一两点钟才能走 因为警察多辛苦 所以你想想 你举着你家的哥哥哥哥哥的衣服 在那里骂警察 你也是够可以的 对啊 所以所以就是 你那你想想看嘛 其实有时候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委屈的 那为什么 因为那个 这个就是事实 这个是事实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红毯 那个那个红毯被卷了 被卷走 真的啊 当场面很多很多人都在场的 都没有一个人敢拍 那是为什么 是因为武警那边举着枪的 就在那边 直接把那个一踢了 然后那个那个 那个红毯直接一卷 让那个 让那个 要那个 活动方人把他搬走 人就搬走了 就空荡荡在那里了 大大把人看得见 但没人敢拍 也不敢也不敢坑声啊 就是敢拍也不敢发 怎么敢拍也不敢发 那为什么你就非法聚众啊 懂吗 现在就搞搞到粉丝就是原罪 要跟你讲 你事实上有些确实是没什么 我就说不要跟维粉混了 你也不是说维粉那边没有理智 没有理智人 但是我接触过的大多数的维粉 都不太正常 确实 我并不是说全部的维粉都都不太正常 懂吗 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维粉都不太正常 特别是现场议员的 特别是现场议员的 更不更不正常 你狗尿台 没有狗尿台就那点人数 就那点人数 就是被淹没在海里面 谁看得见他们 狗尿台连个抄话都保不下来 你还要求他们 狗尿台的语言都换成橘色的了 还在那儿说了 真的是绝了 估计应该看不到他们 人家蘑菇都换成橘色了 你说我们的说什么 不是 不是你们有时候 有时候 我觉得你们这些锅 这些锅啊 你说的时候 那说实在的 大眼他 阿虾他这边责任确实是最大的 但是你 你不觉得 就是大家各打50大板吗 说实在 你就明知道被人家耍了 就被人家溜了 那你也像个哈巴狗一样 上去舔上去的时候 你怪谁嘛 就像你知道死是臭的 你也非要去舔两口 那有没有办法 恶不恶心 你自己知道啊 那说实在的 那个时候 微博那边 阿虾那边都已经发通知说 不要搞应援了 那你就明知道有问题 明知道有问题 还非要去做应援的时候 那怪谁啊 你就不打50大板吗 你就明知道被被溜了 你非像条哈巴狗向上去舔 你有没有问题 说实在的 如果说但凡他是第二天的时候 才去抢位置或是什么的 都不会这个样子 现在搞的上海那边的创位 对啊 就在一线城市这边的评分 就垫底了 你知道是现在不是浦东区那边 讨厌讨厌这就是这帮 就不只是不只是 你懂吗 不只是阿虾那边 上了人家这边 业务的名单 这帮粉丝 这帮明星 有哪个讨得了好 是不是 你要是第二天去去做议员 因为你是想想 可以哦 上海这边本来就是最新大事嘛 大把那个什么剧啊 大把的剧 大把的时尚活动 都是在上海办 那为什么以前人家以前都不出问题 就你这个时候出问题呢 就你这个时候有问题 看预案都不行 以后 微博之夜肯定不会在上海再办了 对啊 没有人再敢在上海办 对啊 那你想想 都会烧我觉得 对啊 那你想想看啊 对啊 那你说实在的 你那你你你以前上海这边就是最新大事 呃 什么时尚活动 什么什么 那LV 什么进场很多 就很多一些发布会什么类型 都是在上海办 为什么人家都没有出过错呢 是不是 那人家 所以人家上海那边也没有想过你会这么拉挂是吧 也没想过你那么拉挂 关键还是敢在敢在人家那个 那个那个创文 创文的那个复审环节 复审环节这里 就是复审了以后就已经是终审这边了 马上就要打分出来了 马上就要打分出来了 你你来那么一出 你本来又说是你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过去才抢位之后没什么关系 你你你你这是你这你这大半夜的 那天晚上我还不要劝他们说不要去 不要去那个广场上面去再去站位置了吗 再去站位置了吗 你这危险也不说 影响是用 你你这个最关键是 你或者最关键是你去去去那里录影在那个广场录影在那里拿的被子在那里睡觉 还还被人家拍上网上去的还被人家拍上网上去 再说实在的 我这要是 我要是北京那边 或者是我要是深圳这边 跟你跟你一起去竞争 那个一线的 那个创威类型的时候 我跟你讲 没给你买的时候 我就已经烧高香了 城市之间有竞争的呀 是 是吧 你看呢 你就这么一拍出来 有很多影响适用 睡路边 我真的是震惊了 就他带棉被去的 还下雨的 就在那里 坐那些凳子什么的 穿越伞 穿越雨衣 对 就一群女孩子 就一群女孩子 你也不怪人家说 你最新脑残 真的 你就老给人家留重印象 老给人家留重印象 然后又有多个人 对你有好感 所以我就说了 我们家 我们家这个话 你懂他们这些粉圈 规则就行了 你不要拥有好吧 你不要拥有 说实在的 我还是那句 数据这个东西 你做就做 不做就拉倒 说实在的 你在微博那边做数据 钱是谁的 钱不是你爸的 好吗 流量数据 流量的这边的钱 是阿虾的 所以我就说了 你喜欢你爸 你去给你爸微博 点点赞 点点赞就行了 或者干什么都行 就像我之前说的 那个微博之夜 你想去投 你就去投 你不想投 你就不投 为什么 就算你不投 你爸也会去 一定会邀请他的 他也会去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 逼成一个数据女工呢 就没没必要 你偶尔 但是但是像他 像老是被买黑 这种去洗洗广场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 这种东西是心甘情愿 还有一个 一个一个自由度 还有不影响 一个条件 你比如说你一天到晚 都在那里 给你爸洗广场 然后你也觉得你心甘情愿 但是你不觉得你累吗 你你累不累啊 你都没有点自己的时间吗 都没有点个人时间吗 说实在的 你记起来 你去洗一下 是吧 你继续发一下 你记不起来的话 那你就玩你自己的 那为什么一定要 一定要对标 那些流量的那些 是吧 那些流量的东西 说实在的 就算你们不去 就像这次微博之夜 我是不太 不太 不太那个 赞同你们去做应援的 但是你们去了 我也支持 但是我只是想告诉你 只想告诉你 你不去应援 他一样 他一样 在那里光彩斗幕 懂不 你去应援了 他一样在那边光彩斗幕 所以根本 就是就你去跟不去 都不太影响 他在红坛上面 夜夜生辉 你就差一个字 我就想歪了 我知道你想 是夜夜生欢满 夜生哥 你这 你这一上来就 就往这个方向走 就方向盘直接就 最高的归宿 这方向盘 就都不要了是吧 你怪谁 我问你 你自己 给我想想 你怪谁 你怪谁 你每次一上来 就这样子 以后老实说 老实说 我们为什么到你的时候 就很Yellow 你这个就Yellow了 Nio 是啊 那是不是 真的 我都说到评估你吧 评估你吧 一个商务能力 时尚能力 从来都不在微博的数据 评价他的一个时尚能力的话 第一 第一 是他给这些 这些品牌 还有这些封面 带来的印照效果 带来一个印照效果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买的那个杂志 还有一个就是 他带货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 一个形式 说实在的 他就算是在时尚圈这边 这些品牌 他带那个货 他带不动 也不影响他在这个位置 懂不 因为本来本身品牌 讲究的是合适 品牌跟时尚的东西 讲究的是合适 是不是 他销量 也就在那了 他销量还是 也就在那了 你不会因为你爸 去大言他 以后的话 他那个经济 他那个销量 可能一开始 也会有一点幅度 但是不会因为这种 翻了好几倍的那种 因为他的正常消费 就是那个样子 他那个品牌 他也贵 是不是 他也贵 但是人家为什么 还要学你爸 说实在以前你爸 很糊的时候 他也能拍很多 很好看的那些广告 也可以经常去一些 很好的一些 时尚活动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他这个人的气势 是符合 这个圈子的 知道吗 他以前很糊的时候 他也能参加呀 那他红了以后 他一样参加 是不是 他现在红了以后 参加的技巧活动 不代表他以前 糊的时候没参加过 那只是因为 那只是因为 你那个时候糊 你不认识他而已 那不然我怎么会认识他呢 是不是 那个时候 以前也拍挺多 都糊啊 那个时候他 我名字都叫不出来 对啊 就是那个契合度 他他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说了 你第一个 你你只要 想想 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 你快乐就好 你你不要就是 就是太多 付出 就是在人家身上 寄托太多的心甘情愿 你就像啊 我天天在广场 给我爸洗广场 那我也愿意啊 那我爸 我爸的每一样商务 我都买 那也是我很乐意啊 那你乐意 但是有一天 有一个前提条件是 你击备的时候 或者什么类型的时候 能不能不要 让你爸背这个锅 懂不懂 他其实也没有指望 想做你的情感寄托 他只想受个仁爱 没有别的意思 他只想受个仁爱 就是说实在的 他想的更多就是你过好你的 他过好他的 然后我们在哪里相聚 我们在影视上面相聚 我们在堂上面相聚 对啊 我们在舞台上面 在影视 在荧幕里面相见 我们在卡点上相聚 在印的卡点我都能刻 你要他秀吗 对啊 他秀的时候 你看见你不就行了吗 就是他秀到了 你happy到了 那就是一百分了呀 就是一百分了 那难不成 说实在的 你现在张嘴就闭嘴 我爸爸阿妈 就是都爱了 那说实在 曾在你面前干的什么 你也不敢看 是不是 就好好给我 好好给我把持点 就是距离 觉得像high就high就行了 但是 但是有时候 我就觉得开心就好 你就比如说 说实在的 像你们叫爸妈 别人也叫 别人也加科西比也叫 但是没有像我们家的 这么 就是这么的普遍 这么的活跃 这么活跃 但是不一定 就是 你懂吗 周围都是神经病的 一个情况下面 你是一个正常人的时候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别人是神经病 你是正常人 你做的正常的事情 在神经病看来 就是一件 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希望是 你秉承一下自己 你秉承一下自己 你就是 你就是正常的 只是因为 他们在 他们不正常 懂不懂 他们不正常 你不能因为周边的人 都不正常以后 你在质疑你自己 是不是不正常 然后你 难道你要融入他们吗 难道你也想做个神经病啊 就是你周边都是傻逼 傻逼 怎么能 怎么能理解 有脑子的人做事情呢 IQ腹的人 跟IQ症的人 想事情 就不在一个level 也不在一个弧度 那难不成 你因为别人 就是这些 这些自伤奔地的人 你再多嗨两句 就是说多说两句 多自语两句以后 你明明就可以 拿一个诺贝尔 或者你可以站在山峰上面 跳腕风景 你可以毅染中山小以后 你为什么就一定要 那个 对啊 又将犯箍舟呢 我不是很懂 对我不是很懂 所以 就是快乐就好 你也不能因为 你现在真的 你就是会张灵绝顶 这个情况 你就是在这个level 一个风景线以后 它是沉入海底的那种 或者是它就是在江边 江边那种翻船的 在那里做挣扎的一个情况 以后 你为什么一定要降低自己的狗调 是不是 它在那里自言 自移几句以后 你难道你就不是登顶的人了吗 你就不是登顶的人了吗 所以的话就是 为什么要伤心这种呢 然后有时候就觉得 他们在骂这些时候 觉得好委屈 怎么说呢 委屈我是没见到 酸我是感觉得到了 就是那个酸味 就是弥漫了整个星球 弥漫了整个星际 不愧是宇宙太子 这个酸真的是直冲云霄 酸酸的我 就是晚上吃东西 都感觉要放点盐了 太厚太厚了 咸的厚了 人家跪习惯了 人家膝盖远惯了 脑残习惯了 你是一个正常人 你为什么要融入这些人呢 就像我说的 是不是神经病 神经病它杀人 它杀人 它不会判死刑的 它顶多会被关神经病院 那难不成你一个正常人 以后的话 你要去告诉一个神经病 说你杀人 不对 是犯法 难道你正常人思考的 第一个问题 不是应该远离这些神经病吗 那误伤你的时候 人家都不用负责 是不是 那就是了 现在他们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就一群神经病在那里发疯啊 你要靠近的时候 你被刀砍了 人家还不负责的 人家想想都知道是谁 想想都知道是谁 这还用想 是不是 想想都知道是谁 在cue这种 在care这种东西 我去睡了 我就知道 你不说话 我就知道 你这个人在打呼噜 去睡呗 晚安 晚安 我就知道 我们也差不多 还有几分钟就11点 对啊 我们也是11点走啊 是吧 一个个都希望 你爸切给我了 不是 我觉得你爸脑子进水了以后 他常会考虑这种事情 好吧 你爸脑子进水了 炒的那样 他还在那给大家 给人家勾起发财呢 对啊 就是 你看到没有 我觉得就是 说实在的 缺德你们比不过你爸的 你缺德你们 太高了 我是真的觉得缺德 还有心机表 这种东西 你们是比不过你爸的 难道你爸就不知道吗 你爸50句冲旺的 我会不知道 我跟你讲 真的他走完秀 走完秀 走完秀了以后 知道那个红毯被收起来的时候 估计就是 估计就想 哼 笑死 对啊 笑死 对啊 是吧 让你捉 对啊 让你捉 让你蹭我 对啊 让你捉 你就想 然后同台竞技的时候 来啊 来啊 走完秀 是吧 OK哦 人家同台啊 一起上去的时候 来啊 上来啊 看谁比谁 谁比谁 同台的时候而已 人家纯平 可是全程 全程不敢跟他靠近 对 就离得特别远 他都很想 他非常想要换个位置 你知道吗 但是呢 里面是小鱼 对吧 另外一边呢 是三十 三十真的聪明 三十一上来 就把 就把人家胡哥给逮住 跟他闲聊 哎 正好是 同一个身 同一个剧出身的 对吧 就闲聊 国心又好啊 对啊 你就国心好啊 就是啊 就三十整个人 就是非常非常 就是我觉得 不愧是 不愧是出道 这么久的 对吧 三十在 真的上来就和那个 胡哥在那边聊天了 就完美的融入了 胡哥的旁边 然后就在 就把胡哥的位置 给 就给占据了 对 他站在那个 小余世青的旁边 人家也不写 那个啥 他就不敢 我妈跟人靠 那个纯平 那你跟纯平 同框对比 因为他们五人拍照的时候 我爸是在后面的中间 然后呢 小余在 在前面 搭的那个 他不是个框吗 搭的那个框的下面 然后纯平在 在左边的那个框 就是在我爸的 后边边上 旁边 旁边上 然后他不敢和小余 在同一个平面 你知道吗 因为他吧 不是CP吗 他们俩不敢在 他不敢在同一个平面 然后他又不敢和 我爸在 在同一个平面 所以他只能 就是 他还是往的 往那个前面走 但是他和小余 中间有一个空档 你知道吧 然后另外呢 另外一边是 三十 三十和那个 虎哥站在一起 对 我觉得 我觉得你爸最不怕的 就是同框 对啊 谁丑谁尴尬 是的 我爸在的 可专这个了 第一个是 对啊 主厨身材也好 样子长也好 身姿挺拔 谁丑谁尴尬 然后就很干 最好笑的是 人家主持人还cue他 说他把这个 纯品两个CP你知道吗 还cue这个CP 我就笑死了 还买了个热搜吗 哦对 我觉得这个主持人 也是蛮好笑的 这个 就是全程 全程就想要搞 搞这对CP 然后结果搞差 挺好玩的 那不挺好 挺好玩的 什么 嗯 什么 什么 也没有 说实在的 我已经很久没看到你爸 就是 低头说话了 哦 那肯定 他的头颅 只能 只能让 只能让我妈 他才能 他才能 把头颅 往下 往下逼 对吧 那个耳朵 凑到你妈嘴边去 对 所有人都 连 连我们何老师 都没有这个待遇 对吧 他的头永远是 在上面的 对 然后你爸 对 跟你妈说话 那耳朵都 臭到你妈嘴里面去了 对 他要跟我妈说话的话 对 就恨不得 臭到她的 臭到她的胸上面 对 恨不得那个耳朵 撕到你妈嘴里面去 来 宝贝你说 小声点 我都听不见 靠 对 就撕你妈嘴里面去 来 宝贝 孩子 好好说 这个双标堂 真的是 怎么刻都好刻 没有啊 就是 就是 现在 她的 这个对外的一个 怎么说呢 对外的一个 一个 一个态度 还有一个 感觉越来越熟练的 那种 是吧 现在跟 就是感觉 她不管是男的女的 都没有这样子的那种 对 就会突然进去想到 哇 跟你妈说 哎 宝贝 是什么 那个头 那个腰弯的呀 我妈就是 就是凭着说 她又把那个耳朵 就凑上去 你妈 你妈跟她说话 懒得抬头 你知道你爸会低头的 你妈 你妈只要这样伸手 抬头 碰碰她 就抬头 抬手碰碰她 就知道她要跟你说话 你妈 不是 你爸立马挖腰 就 也就 对 也就五厘米而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会显得这么娇小呢 我就常常怀疑你爸 我常常怀疑你爸 就是抱抱低身高 真的 那这个就是 感觉这个 哪是只差五厘米啊 绝对不止一发六 对啊 我觉得 你觉得哪只 就是不只是五厘米啊 哪有这样子的 不是 你妈的骨架子小 你得 你得 你得看一下 跟谁 他在你爸身边的时候 就显得人很娇小 跟有点矮 但是他跟别人站在一起 说你妈的 这是 鹤立鸡群 好不好 你妈好歹是个 纯身 180身高的人 对啊 你妈跟别人站在一起 说你妈从 就是不管是身高 还是体型 从来都不逊色的 好不好 对啊 我实在 真的两个没有差多少了 你爸跟你妈 身高没有差很多的 但是不知道 为什么两个人 站在一起的时候 你妈怎么那么娇小 就是曾经让我 有一度以为 你妈就是一个 一个娇小小妹 这个小甜妹 但是你看他 一跟别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哇哦哦哦 也是一个 猛man 嗯 直观感受 就是那个 电影之夜 从车库 那个门出来 那个 好高啊 对啊 是吧 还是高的 对 哎 真的是 对啊 快到点了 我们准备一下了 溜吧 还有一分钟 对 快到点了 溜了溜了 对了 蛮配 对啊 哎 你 那你爸好好工作吧 好好工作 好好工作完 然后回去休息 他连轴转 我天 今天晚上看 好像快懵了 该也回去吧 对 该也回去 就是好好吃点好的 来上海这里 都没 都没 都没怎么去 你看以前 他跟你去 跟你妈回上海 或者是去来 来上海 一定跟你妈去吃 那个煮肚鸡 现在都没有这个心思 就你们也看到啊 那路透的 都大彪哥 忙前忙后的 忙前忙后的 大彪哥那边手上 又是水 又是手机 又是手机 又是包 全身都爆满了 这是不是有画面了 因为我之前不是有跟你们说过吗 对 有那个 有画面了吗 几条的有个专场 有画面了是吧 我之前都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就是 大彪哥好好的一个保镖 然后变成了就是 手里面 提包包 然后拎衣服 然后变成那个 就估计应该是 真的 我有时候 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以前的时候 你妈 你爸手上 经常喝的是矿泉水 知道不 经常喝的是矿泉水 不知道是 不知道是 是什么 是什么原因 没有 以前的时候都是 灌装的那种 瓶装的那种 那种 那种矿泉水 但是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是 你妈 你妈不太允许 他就是 就是 喝 喝别人的 然后关键是 他的水 你们发现没有 其实都没有经过别人 都是他自己跟 大彪哥拿的 我感觉 大彪哥应该也是被 你妈这边 就是 叮嘱过 对 然后 基本上 你爸的 要喝的水 还有一些私人的东西 在都是在大彪哥手上 都不离声 对 都不离声的 然后 对 然后 对 之前的时候 有跟你们说过 你们还没有画面 你看现在就有画面给你们了 真的都没忽悠过 今天那个 哎呦 都满了身上 对 你们好像也是 也是因为这个 就是他 之前的时候 之前的时候 这个胃 有一点不好 还有一个就是 有 确实有在叫他养生 这个事情 因为之前拍火焰蓝的时候 不是有一段时间 那个辛苦啊 还有点窒息 那个时候 不是有点影响到心脏了吗 又一直一直有在养这个 一直要在养这个 什么 彪哥在的时候很安心 养一样吧 是啊 也确实是啊 就是有时候 你大彪哥在的话 你让你们知道 就是人在嘛 嗯 就是现在看到大彪哥 就感觉特别有安全感 就是会保护的很好 就算就各方面 他都会维持的很好 第一个就是 不允许别人在靠近 还有一个是 他的生 他的水啊 生活用品啊 衣服这些东西 大彪哥都会搞得好好的 但是你现在 已经很难 可以很难想象 以前他刚刚过来 跟你爸的时候 还戏装革面了 还戴一个墨镜 现在他以前还 他以前还把这个头发 还弄得很 真的发辣打上去光溜 发辣 打得光溜溜的 然后还戴墨镜 他戴个墨镜 手还背在后面 现在都美国服考这些的 美国服考这些的 就是一件T恤一套 然后那个帽子一戴 帽子一戴 然后直接给他那东西 一身361起活了 很好穿361 彪哥性格很好 小彪哥性格也很好 两个人都很好 就是两个人都 他很好 就是跟你妈很长了 两个人都 关系都还 就是怎么说 性格都很好 以前是黑草保镖 对啊 以前的时候 一看后就知道是保镖 现在妈呀 一看后像个保姆 是吧 不过 什么 万能住也对 怎么在哪里能看到 你去 去 去 虾他们上面的一些 好多人在那里发 有人发 他们今天有人拍路透 就是今天那个 机条 那发现你们 彪哥瘦了一点吗 以后要夸一下他好不好 人家也在坚持锻炼好不好 就是从你们 你们以前也要少说 人家胖了啦 之前为啥是他胖 就是你说汤在横店 给他们老板早餐吃 他那会儿 我爸拍虎妖的时候 真的很圆 这个肚子 对啊 就是他知道了呀 也你们你们说了以后 他是知道的呀 然后后面汤也说他呀 他说他们能探班的 就都在网上 现在真的蛮瘦的 现在真的瘦了好多了 对啊 你们真的就上次那个 不是说他了 你们就是你们说他圆了以后 汤回去又说他 说你在 你被他们调侃 说你长胖了什么的 就就一直在坚持锻炼 然后一直在受伸什么之类的 那小彪哥也怕 也怕到时候 要说过来换班的时候 被你们看见又在调侃 那小彪哥也在练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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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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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 走了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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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